世界經濟論壇WEF做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今天出爐了 台灣排名第14比起去年下滑了兩名 我們帶您看到就是在所有144個受到評鑑的國家當中 台灣的數字您看到是第14名 這個數字比起去年呢其實我們是下降兩名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也是很成績呢也是從2008年以來 也就是我們來看到是2008年我們當時拿到的是第17名 這是自從2008年以來我們最差的一次成績 那麼至於呢今年達到這樣的成績在亞太地區排名 其實是第四名次於新加坡日本跟香港 不過有領先馬來西亞韓國跟中國大陸 而今年排名為什麼會退步呢 那麼國發會他解讀了今年評比方式不同 加上評比的過程當中有四個國家退出 因此影響到台灣排名下滑 而這回調查期間剛好遇到去年底的食品安全風暴 以及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同樣也是造成 排名受到影響的原因 但是對於國發會的說法當時機器 參與學運的中研院副研究員黃國昌並不認同 世界經濟論壇WEF所做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三號出爐 在全球144個受評國家中台灣排名第14比起去年下滑了兩名 在亞太地區排名第四輸給新加坡日本香港 帶生過南韓中國大陸 國發會也回應解讀了這份報告 去年的評比國家數是148個 那今年144個 還有一些小的指標的變動 算法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造成這個一個排名的變動 雖然台灣排名還是處在前段班的位置 不過攤開三大類指標 有關總體經濟基礎建設及教育的基本需要前進了兩個名次 而國家發展的效率強度下滑一名表現差強人意 但是企業創新及成熟度屏蔽卻一口氣下滑四名 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 在創新部分也不全然就是政府的責任 譬如說你在企業的投入研發支出主不足夠部分 這部分很明顯是企業部分就是退步七名 所以這也是影響到這一項的排名退步 但參與太陽花學運的中研院副研究員黃國昌 對於國發會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 今天一個企業他決定要去發展什麼樣子的產業 難道政府的整個經濟政策在裡面不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嗎 那些企業主他們只想的不斷的去透過低價的薪資來剝削勞工 最大化他們自己的利潤 從企業主的角度上面來講當然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但是如果從整個國家發展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們政府的政策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全球競爭力排名只是一種參考指標 與其追究責任不如提升實質競爭力比較實際 有點TV吳寨邱欣怡台北報導